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說各個版本的神雕俠女 神雕第一次開拍 是六十年代的謝賢藍紅版 四集電影,不過現在已經失傳了 十幾年後,先有七六年的羅洛林李通明 雖然現在看製作有點粗造 但當時剛剛開始做長篇武俠劇 他將原著故事正正經經鋪陳出來 已經令讀者很感動了 然後是八二年復星電影 這套電影是沒有小龍女的 基本上是神雕前傳 講楊過在桃花島長大 遇到歐陽鋒知道自己的身世 有理由相信 本來是打算拍多幾集電影 將故事講下去的 可惜復星在八三年發生車禍 過了身,電影也一集了 還有張國榮雍正正的楊過宇小龍女 靚女靚仔,多清新 比較像青春愛情劇 但沒有沿著那種蕩氣回場的感覺 電影也拍到打贏金輪法王就完了 然後是劉德華陳玉蓮 八三板神雕 之前的電視劇還是有舞台劇的感覺 雖然劇情感動 但看的時候也要將就一下 八三板神雕令大家覺得 我們已經進入了現代人拍電視劇 有規模的製作模式 有電影感覺 劉德華也做了一個模範式的楊過形象 小致奔邊的兩側白頭髮 有型的中年男人形象 皇后的楊過也跑不掉要參考她 八四年有台灣版 孟非嘉潘瑩子 這套是台灣最早期的金融劇 獲得驚人的收視率 與港版相比 這個小龍女有淚黃的氣場 都是不少台灣人的童年回憶 然後到95年 古天樂李若彤 設置與八三板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而且所有選角都很貼切 國父、國襄、情嬰 各自都表達到原著的氣質 連中年的郭靖黃蓉都不錯 白標做郭靖 兩位主角更是巔峰水準 都是最好的版本之一 98年 新加坡拍了李冥順泛文芳版 他們把兩個人的感情演繹得很厲害 例如絕情谷跳崖 十六年後重逢 真是嚇骨冥心 看起來特別配 可能因為有真感情 他們是第一對 後來真是結婚的楊過小龍女 童年 台灣的任賢齊不善年版 就被人罵得最慘了 主要是經歷了這麼多版本 大家對楊過小龍女的樣貌 已經去到一種神級的要求了 加上劇情細節都改了很多 例如小龍女變黑衣 黃藥絲、周伯通沒有出場 所以原著讀者也不太滿意了 去到2006年就是黃曉明劉亦飛 劉亦飛的小龍女非常驚艷 而且這部劇很多實景 主要是狗債溝取景 很多畫面都漂亮得一幅畫 美中不足的是 兩位主角沒什麼CP感 好像各有各做 到2014年 就是陳曉陳賢熙的版本 初時大家的焦點都集中在陳賢熙的包包面上 不過他和陳曉是很有感情交流的 後來他們都結婚 而且加了很多支線劇情 李莫愁、黃藥絲、一燈、愛情線都演出來了 至於好不好 就看你喜歡劉伯定說清楚了 2019版《神雕》已經拍好了 演員表出了 和夢實配無曉惠 不過我們也知道2019年它沒有播出 希望它之後會上映到 這麼多版本 哪個版本才是你心目中的神雕合女呢?